現在有發願要繼續follow哪一個案子 我沒有發願啊 哈哈哈哈 我就桌頭看看 對 我桌頭看看 為什麼一張照片啊 他可以遇到不同的歧視度 然後選擇不同的搜尋 然後有些可能是不同的時能要付費 可是他內容不都相當 蛤 可以再想看這一點嗎 你應該很大聲一點嗎 我幫你小朋友 就是 他要問人說 為什麼照片可以用不同解析度 給不同的歧視 因為內容不是都相同嗎 對 這好問題 但是我要問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不行 沒有 只是說為什麼他有些事可以分享 有些事要付費的 對 對 可是他因為同樣內容 那我怎麼知道是我現在實用是 我想試著回答看看 就是當你高解析度的東西和低解析度的東西 他的用途可能可以不一樣 就是在高解析度的東西的話 他可以用在重置在出版物上 比方說 比方說 呃 比方說你就拿做精美的畫冊 就是出版畫冊 這樣子 或者是攝影機 但如果你只是低解析度的話 你可能 呃 就沒有辦法把它 印成一個可以賣出去的 的這種傳統的資本出版物 所以說 在 呃 然後當然這在法學界討論很久了 所以我剛剛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不行就是說 其實法律並沒有進行做這件事情 那 做出權法的預設是 呃 權力人士 第一個版本 我可以用MIT license給你 第二個版本 我寫了更多 我可以用GPL給你 那這是非專屬授權 所以他每一次每一次 不同的授權行為裡面 他是會有一些的 那 嗯 應該是說 呃 這種只會低解析度 用技術授權 高解析度 另外商業授權 那 已經行之多年了 然後在著作權法上面 概念上 沒有辦法去質疑他這一點 因為你今天要講就是說 嗯 他的著作權是不是同一份 大概會有一些問題 大概會有一些問題 那這樣講好了 那如果解析度低很低的時候 甚至有時候認爲 人家認爲說 那個是沒有桌權保護的 喔 就是解析度多到一種 因為之前有看到一個案例 就是法律上面所有的 不是刺激秀權的屠變 他變成一個馬賽克強 那今天等於是說 他看起來好像是 變成一個組合 可是你一張圖一張組合去看 即使是你放腳小解析度 他都是糊掉的 所以那種狀況之下 你就會認為說 糊到這種程度 他已經是 不足以表現他的著作美好 所以應該是說 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但是從桌權的一個架構方面 並沒有辦法挑戰這種授權方式 對 我的理解是 那所以 有討論 三種學術層次 但是實際上運用上 沒有的時候 這樣子是違反桌權的 法律的架構 那 我發生過一些 究竟是說 他可能是使用 用CC license試圖的 對 但是呢 他可能是 有法律究竟是 他認為他是 他是使用 可能是非塞用性的 對 就是可能要 插飛用高解析度的 高解析度的圖 因為我分不出來 那我分不出來 他是不是使用 我可能是需要護備 有沒有類似這種案例 因為他可能有釋出 可能低解析度的 可能因為 解析度有分好多層 但你可能比較相近的 其實分不太出來 對 那有沒有發生過類似 目前沒有 目前其實說實在 就是美國一個案例 那 並沒有這麼缺體的狀況 就是說 我拿到高解析度的 但是我說 因為我誤認你是低解析度的 你低解析度的 你低解析度的 你私益社權 好像是這個意思 應該說在 訴訟的基本原則是 主張有利於自己的事實 不舉證的責任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商業使用者 你這個舉證的責任 就會更大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說 我誤會 那你必須要舉出說 是原來的事實者 有一些不正行為 或是說相當程度 會造成你的誤會 那應該是說 使用別人的圖片 你必須要說 我取得授權 那 所以我在課堂上 或是說一些大專業校材 來講說 你今天個人使用上面 你可能不會那麼在乎 你可能從哪裡 下載CG授權 你就print screen 說我從這邊拿到了 但是商業公司 他們其實都會要求說 來源必須要一個準證 所以其實早期 台灣衝動CG的話 我記得壯廷老師 有跟自信自通的陳桂成 陳桂成董事長 有合作過一個 但是那個系統好像沒有要上線 那個系統其實就是說 建立一個伺服器 然後這個伺服器 讓人家說我去 下載CG的東西 然後我就把它登錄在那個 或者是說 讓做全體人 他願意說 我是以全體人的角度 登錄在那個伺服器上 讓人家可以查 這樣下載者 他就會安心說 我今天真的是拿到有來源的東西 因為我之前有分享 所以可能去 海賊王大家都知道 他現在叫航海王 最少叫海賊王 現在還不知道航海王 就是大陸那個Jujo Heart的那個網站 他把海賊王上全場 然後用CE授權出來 曾經在2008年 還是2009年的時候發生這件事情 就是海賊王你 當本漫畫出來 只有前五頁是彩色的 那一次他們慶祝他們建戰多少年 他就是把整本海賊王都上全場 然後他就覺得 但我覺得他們不是惡意的 因為後來有人跟他們講說 你這個狀況好像有點 然後他後來說 我們不了解 那我們把CE授權給塗掉好了 不是故意的 所以這個狀況之下 我只是說回歸法律的原則 就是說 D.0拿別人的素材 就不需要取得社權 你說你取得社權 是有利於自己的主戰 那所有的訴訟法 不管是民事訴訟 情事訴訟說 主張有利於自己的施行 你必須付出正常委 所以廠商如果真的 用到 他說我用到 高解析度 不是你讓我誤會的話 他必須要證實這件事情 他沒有辦法證實這件事情 把關的判決是不會favor他 他會說 你這個其實是 你還是要付平常 那但是 目前沒有認出這種訴訟 沒有認出這種訴訟 對 對 欸 他是報警委員的解釋方法 我是說 這是一個角度 然後 我剛剛想要的另外一個角度是說 嗯 因為 實物上 實物上 我們只會把高解析度的另外 另外 來算 就是 只會分高跟低 所以他不太會有中間好幾層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 就是 我們可能說 解析度有那麼多層 讓他都同一份檔案 那這樣如果 我要怎麼樣區分他 實物上就被怪怪的嘛 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他們都只會把 很低 跟不是很低 就是區分這樣兩塊而已 所以 所以 很低那邊 他可能用非愛生死死處 那 不是很低那邊 他就用他另外一方死處 所以 不太會造成誤認的問題 除非他 除非他故意 或是說 像剛剛講說有什麼 他誤會 除非誤會 不然不太會有 不太會有誤認的問題 對 那 至於說他是同一份 這個 我覺得他本身是同一份 這個 這個事情 就是你剛剛前面講的說 討論了其實很久 但是沒有什麼 確切的答案 的這件事情 我可以補充一下 我們說認為他是同一份 衝說認為他是同一份 但是我剛才特別舉個例子 說 一個open source的程式 一版可以用MIT 二版可以用GPL 就算同一份 他其實不同的所謂的 授權關係 他會有 細節上的虛格 所以應該是說 你用自己取的 就是自己授權的關係 那由於他授權給你這一份 他的解析度就是這麼低 你實務上 你沒辦法讓他解析度更高 但是 我剛才在插板就算了 如果你能這樣做 就可以 你今天是CCBi的東西 你懂為什麼 你可以去改 跟改革式 不算是改做 但是 那你就不需要 真的證明 你是用某些方式來提高他的解析度 就是實務上 就像你講的 他不會有那麼多差 他只有低的 跟高 所以你很難用這麼低的 直接把它弄到這麼高 那至於他另外 他用商業授權給高的 那是另外一個授權關係 那是跟CC授權沒關係 所以他是一段一段切開的 所以第二段 我給高解析度 我是商業授權 商業授權就走商業授權的一個方式 但是 重點是第一段的CC授權 他給你解析度那麼低 就算你怎麼去改 格式 或是用一些想法去佈足 你也很難把 可以知道嗎 因為他就是兩段關實際的切開 因為他就是兩段關實際的切開 跟那個Dolabu上面有關 或無關其實都可以提 我可以換個初心者 初心者 新手村 白紙 白紙 白紙有辦 同號 像CC有Bi 然後NZ有SA嗎 像剛剛有提到一個 Defining 跟Connection 我覺得那個蠻有趣的 那就是 那 以我們一般人來說 你們要怎麼知道 需要這樣 有那麼簡單的方法 不用去讀那麼長的文件 可以知道說 欸我這樣的使用 是符合LSE 那 要另外一種是 SA比較簡單嗎 SA 應該比較簡單 哈哈 對 那另外那個白也是 就是那我要怎麼Sign 才是正確的方法 那我現在是 我講說我們知道 沒有人掌握我 所以我就是不聯繫 我就這樣做 我有塞 但要怎麼樣 那是一個 比較公文 比較正式 正確的方法 我有問題 就是 用很健在的方法 我想 同學可以回答 你解釋我那個 NZ 我講一下我自己 先我講一下個人的最終意見 我最終意見 是人心是無法猜測的 哈哈哈哈 我的最終意見 最終意見 是人心是無法猜測的 所以 先不論客觀上面 怎麼樣叫做 怎麼樣叫做 convention 我先不論客觀喔 那我說主觀的時候 人家 如果你只是想要降低被告的風險 那我要先講 他不論怎麼樣都可以告你 就是 只是會不會 會不會勝訴 的問題而已 所以我覺得他怎麼樣會告 然後再來是我自己 我自己後來就比較 然後其實像有人說 我先把 nonconvention是什麼意思 對我來是什麼意思 我都清清楚楚寫在 我跟NZ有關的那個 的那個文件上面 像我之前就有寫過說 我的NZ代表著 呃 欸 我有寫在Wiki上面 或許你可以上網查 B.O.B.C.H.A.O.NZ 你現在是自己去搜尋的 身邊還有定義那個東西 就是自己是那一陣子的 我在的時候 是那一份調查 還在跑的時候 所以我不知道後來 好像 好像我要離職之前 有出來 但是我不知道 調查內容是什麼 應該沒有人 有敢 有膽子定義這個東西吧 哈哈 呃 應該是台所實務戰態吧 呃 他做了 某個程度的 他直接寫在3點裡面 4點鐘 就是說其實 他 呃 我查條款 直接給大家看好 欸 可是3點 那這樣子我的理解 是說應該 意義上 其實沒有真的去定義什麼 叫做 因為我 好 沒關係我看我記錯了 那你可以找一下 OK 呃 這個地方的活動性還是在 可是3點0跟4點0 他盡量把它講得清楚一點 那 呃 其實在3點0 4點0的 就是第四款的閉款 大概 他寫了 他意思是說 商業行為呢 是說 你這個行為主要是在於說 直接的商業對價 或是就有一個金錢的聯償 因為這樣講話 呃 法律上面有個東西叫 對價關係 對價關係 其實在歐美 法系跟英美行系 都算還蠻充分被定義 比如說對價關係 意思是說 手機給你 錢給我 所以他就是一個對價 那 英美法這個自價 consideration 叫約因 系列的一個問題 所以他說今天如果你拿CC去做交換 然後其中一個是錢 或是金錢上的利益 那就是商業行為 所以簡單來說 他現在先定義說 對價關係 就一定是商業行為 但是不表示沒有對價關係 不完全是商業行為 對啊 我就試試看 但是 但是呢 他基本上現在的解釋 他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明顯的對價關係 盡量不解釋 他是商業行為 好 所以今天這樣講好了 我剛才舉的例子 你在商業公司內部內訓 然後你用CC的素材 來當作你內訓的江財 這樣算不算商業使用 那如果是CC3.0 4.0 他會說 建議不要解釋成商業使用 除非 那個素材的提供者 像Bub 當初在提供這個素材 他說 我的非商業性 包含商業公司都不准用 他寫名 那不然的話 現在CC大部分 大家的解釋態度是說 沒寫名 我們就讓他接近通說 通說就是說 通常大家都這樣說 所以照著通說 原則上 原則上不會有意料 可是今天如果有特別的 權利人 他一開始講 好清楚 譬如說 Mosky是做 你一定知道 MySQL MySQL是 GPL授權 它是一個 大家很常使用的資料部 MySQL 它是GPL2 來授權 可是它對於 GPL2的授權 拘束程度 它解釋的比 太原社群的還要嚴 因為它是雙重授權 所以我要把它解釋一點一點 你才會跟我買上這個授權 所以就變成說 如果我個別的權利人 他釋出他自己授權的素材 他是用Mosky 但他要講得很明白 那我個人建議是說 他都已經講得很白了 你就不需要去把自己放在 所謂的泡火深水區 就會被泡到 但是通縮是說 除非是直接的金錢交換 才會啟動這個 所以如果照通縮的話 商業公司內部 用一些一些素材 來提升我職員的能力 我又沒有把這個文件 外露的話 外洩 就跟職員講 你就是不能散布 我們就是公司內部使用 那原則上 它不會有NC的一個問題 但是除非這個權利人 一開始就講你說 商業公司內部使用都不行 那 我剛才講的那份報告 他後來有一個表現程式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他就畫圖表 有點資料視覺化 資料視覺化 他就是告訴你說 現在哪裡 因為譬如說 他說大部分的受訪者 都認為說 建網站 然後上面用NC的素材 可以 然後有人說 建網站 但是你今天有廣告收益 就是那個網站 雖然就是說你不需要登錄 可是網站有廣告收益 其實大部分大概七成以上的 素材提供者 是拒絕這種使用 他是說 這個就是商業使用 所以今天 等於是說 我照著那個 我今天可以跟大家講說 你看這份報告 你建個網站 不限制人來使用 然後來也沒有他收錢 那基本上他就是會商業使用 那今天 公司網站 公司網站 如果只是所謂的 提供我們公司的資訊 不是 我們上面只是說 告訴我們我們是什麼公司 然後我們做什麼樣子 但是 我今天沒有在上面 有購物車賣產品 那其實他們認為 這是非常有實用 但是如果你上面有賣產品的話 大部分的那個 問卷的調查者說 我們這是商業網站 所以 但事業上還是會有些分數 但至少3.0跟4.0 他在調查裡面 已經講得比較清楚說 你這個 In any manner Primary 就是主要是 Incentive for Commercial Advantage 或是 Monitary Compensation 就是你會有一筆錢回來 我們就告訴你 這就是商業 可是Commercial Advantage 是算是法律用嗎 這個詞是法律用嗎 這個詞是法律用 法律用 法律用 它是比較英美法的法律用 所以 它有出現在英美的各種商業 因為我對那個詞 就是一直覺得說 如果只是要講那個Vantage 太 太容易 被 擴大解釋 比如說像剛剛講說 在網站上面放 就是只是介紹我公司的網站 然後我放了CC license 這個東西 但是它有可能因此 讓我取得某種優勢 就是 我的網站作為別人漂亮 因為我用一個好漂亮的圖片 雖然它是NSC的 然後我上面也沒有賣產品 但是就是會有 比較多的人願意content 那我不取得某種商業優勢 我 因為我 不想看 就是 直接 那這個到底是要直接來創結 我們 我們怎麼樣去 你講過這個狀況嗎 一般來說 我看到是簡潔 OK 對 那這是 有什麼理論出來的嗎 還是有判定出來的嗎 還是 在英美後的就是看判定 就是商業 不是非商業行為 就是看判定 然後我們這邊其實就是看 那個商業市的行為 就是 我們 我們有公司法 我們有各種商法 可是 其實沒有一個充分低利商業行為 但是有些是稅法 其實就是說 尤其是商業司 還有金管會的行事 其實是主要發生效力的 應該是說 因為你 尤其是稅法 就是你不同的行為 他的課稅比例 是不同的 所以其實反而是 在稅務單位裡面 對於什麼是商業行為 他們定義最充分 對 但 我必須要講 沒錯 從作權來看這個 有很大的空間 所以我像 我現在如果要回答人家 我就是說 你有一手交錢 你一手交貨 這個百分之百是商業行為 另外的話 另外的話 其實我會說 風險很大 你是商業公司 就盡量不要有 因為說實在的 風險性有點讚 那 因為他當初 用NC 就表示他有 他有表達 不想要分錢的實戰關係 所以這個時候通常 像 台北市教育局 我跟他講說 你們 比如說 最常碰到問題 就是說 我今天辦一個比賽 我會給獎金 那我容不容許 這個學生的競賽作品 因為包含 CCNC的數字 因為他有拿到獎金 那你說有獎金 好像是商業 那獎金多少塊 五百塊 就是 學生做了兩個月的一個產品 最後是獎金五百塊 那感覺好像只是一個獎勵 所以這就變得很模糊 所以其實 像 南港高中 他們之前有辦 台北市的這種 所謂的總報比賽 我的建議是說 摸摸一點 你應該是 不會想碰 要不然你在競賽規則裡面 就是 歡迎使用公眾秀 全部 就是雙方CC 但是你只能使用 CC-by CC-by-sa 這些符合 free culture 定義 那就比較沒問題 其實你透過競賽規則 直接跟學生說 我們就不要打這個法律 對插邊球 那 一般來說 我就是這樣建議 對 非常幸福 現在還是一個模糊 那他做過那個溫菌調查裡面 其實 我看到直接的反應 就是3.0跟4.0條文裡面 有再講得更清楚一點 可是他們也不想大約跑出 就是最多就是講這樣子 所以應該是說 做完那個溫菌以後 直接的反應就是 直接告訴你 直接的精品交辦 就是商業使用 那至於別的 還是尊重人家的權利 但是 如果是的話 我都會堅定茶邊球 盡量別觸碰 對 所以應該說實在 我自己這個簡報 說 我如果對象是商業公司的話 我裡面不會放C-C-Bi-N-C的東西 但是今天如果是 我是對大專院校演講 或是我很清楚 這場演講 我完全沒有收費 我就會用C-C-Bi-N-C 那時候還會對商業利用這種東西 很反感 所以都會挑什麼Bi-N-C 但後來到最近 我就會覺得 N-C都很麻煩 像我們看到N-C 你大概會猜 N-C到N-C到哪裡 但其實我是希望大家可以用我的東西 所以我就是算了 就全部都CC-Bi-N-C了 真的 對 就是以授權方式 就是如果你是權利人的話 我覺得其實有時候 你做的東西 你用了CC 所以就想要更多人用 那其實 也許就可以不用靠遠的時間 如果你不猜 我怎麼有幾個錢的話 真的 真的 我小時候也都N-C 因為看到C-Bi-N-C 大家這麼多信心 都會怕 很多年前 都會覺得 那商業很邪惡 對 就有一種很討厭 後來就覺得其實 其實重點是 讓大家碰到一個東西 所以 你有Cycle民族 就很開心 對 就其實不需要好東西 這真的是第一個問題 對 第二個問題是擺 但不要怎樣擺 可不可以 第一個問題 我再講一下 我不是回答 我是可能把它變得更快 複雜一點 哈哈 因為其實 根據著作全保的規定 你是找得到 商業目的這幾個字 它存在哪裡 其實它存在第65條 合理使用 它叫合理使用的合理範圍 其中有四項 那大家那個 其他三項先不用管它 但只要注意第一項就好 就是利用之性質與目的 就是利用人在利用著作的時候 他的目的與性質 這已經很模糊 那後面還講說 包括 是為 商業目的 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所以它這裡面就提到商業目的 但這地方要怎麼樣來看定呢 其實它上面就講到說 它這一條的用意是講說 無論是否合於前面那些 歷史的那些合理使用 包括44條或63條 包括什麼叫做歷史 比如說什麼圖書館 或是非公眾使用的機器 你可以在合理範圍裡面來 那個複製這個著作 它說合理範圍 合理範圍 就是要看這65條這幾項 那怎麼看 它寫的是說 因審酌一切情狀 由須注意下列四項 那這根 這個在我學的時候 它是怎麼講的呢 其實這下面這四項 它也不是單獨單獨來看 說好 比如說你第一項 符合了非商業性的目的之後 那你後面三項就可以不管了 他說 因審酌一切情狀的意思就是說 這底下四項你得到看 而且還不限這四項 如果還有其他理由的話也要看 所以其實這個沒有解答大家問題 但是如果法律上有一些判決 或者是判例的話 其實或許可以參考他們怎麼想 這我們就一直在寫的時候 就是在講說 其中有一個教材裡面 有一項就講說 除非你可以確定符合合理使用 而且合理使用還要在合理範圍 這基本上一般人 不太可能有把握確定這件事 所以其實 這個就是我們在講說 作作選法它要修正的時候 合理使用它要定得更明確的一個方向 其實像原本作作選法草案 就已經提出來說 合理使用其實不需要再加一個條文 就已經立式合理使用的形態的時候 它不需要再加一個條文 所以你要再去看65條的合理範圍 但是現在就做作選法修正案 就一直打在那邊 我有找到我那個 非常愛心當神的選法 我小時候在CC工作的時候 我剛進CC的時候 我也是比較喜歡用NC 但是我後來就是 也是就直接用白SA 不過我還是堅持SA那個部分 因為我覺得SA有倡議的那個角度在 所以我自己是蠻堅持要反覆SA 然後不管 我寫說 我寫說 小的本人我對非商業性的定義相當寬鬆 只要你使用的範圍 不對接觸此內容的讀者盈利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符合性標示以後 你全文轉貼不改做 隨便 有沒有廣告我都無所謂 這樣 然後 使用整體會觀看就可以 因為我剛說的 就是你使用範圍 不對接觸此內容的讀者收費 那所以我的定義裡面就是 我覺得有廣告無所謂 然後跟 改來做收費教材的 收費課程的教材 但教材本身有用相同的方式分享 因為我一直都有用SA 所以我說 你有相同的方式分享去散布出來 那我也無所謂 然後 以及 你受固於某單位有點薪水 然後 把那個 我的內容拿去做會刊 但是會刊本身不收費 而且我本來相同方式分享 你也有遵守 好那我也不管你 就是 我的定義就是 我就直接寫說 你使用範圍不對接觸此內容的讀者收費 那我就OK 對那 可是我 之所以我的結論都還是會說 就是我覺得 人心不可測 就是因為 我覺得 模糊現在太多了 然後再外加說 我有時候可以很確定 某一些東西是 A 有時候可以很確定 某一些東西是 B 但是我知道總有那個 A B我都不太確定的狀況 所以 一方面我比較倡議說 就是 如果你要用SA這個license 把自己的東西給別人的話 你就盡量的說一下說 你自己的感覺是什麼 就是 假拼處 對 然後二方面是我也覺得說 嗯 就是 使用的時候我會盡量的避開 非常黑心的東西 我 我本身是信用的時候 反正我通常不用 盡量 對 那除非我想要挑戰它的時候 哈哈 我想要挑戰它的時候 我想要挑戰它的時候 不要做錯心了 我的 我的姿勢告訴我說 合理使用是 你一開始不要喊出來 對吧 當然你告訴我說 因為我想要去強調這一點 然後我就 說的是呢 那我也來強調這一點 我來強調一下說 我們是有合理使用權利的 這樣子 我可以強調 我覺得 對於非常愛信 跟SA 現在 現在除了姓名標示 這個是一定有 我就不管它之外 我對於非常愛信 跟 對於要不要 相同方式分享 跟我要不要不要合理使用 其實現在就變得很固定 我都有一個配騰在 然後跟 我都有我的理由 啊我還蠻 覺得說 如果假設我們可以讓 比較多的人 在選擇授權的時候 都明確的知道 他自己選擇 每一個標章的理由是什麼 其實還蠻好的 就比較減少糾紛 但是他就會變得 要花很多教育的力量 在裡面 好 請問這邊我想 再多補充一點 好 就我意思是 因為 你從那個 死法判決上面 的電話來看 通常你一開始就有標明 使用 滑光比較會對 真的嗎 因為他認為說 你有不幹 你也覺得 至少你剛 沒有這麼多人 這樣 我再補充一點 就是說 像智安 他後來有跟 CC開完合作 就是去上場寫 有些 書人媒體的 CC使用 跟合理使用 外面有寫出到 如果一開始 標明出處的話 其實是比較 盡力的方式 就是標明出處 很多 因為合理使用 沒有告訴你 你有標明出處 但是 你沒有標明出處 還是可以主張合理使用 但是其實 真的在 個案上 如果你有標明出處 通常是 保持好安全 會比較廢 再來就是 剛初確實是說 我 我 就是要主張這個 因為 你知道最近 Lawrence Dessig 他不是告YouTuber 然後最後有一個 相當程度的 他也是透過 Tronic Frontier Fundation 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Lawrence Dessig 在YouTube上面的一些演講 他常常會被下降 因為他會用到 人家的一些音樂的片段 人家就檢舉他 檢舉他 檢舉他的下降 後來他就說 可以使用 是一個保障 保障的地位 所以今天 如果YouTube 一直因為人家的檢舉 做法國的簡報 或者我的演講 給下降 那也是在侵犯 我保障的選擇 所以最後他們有 買他單 大家如果有注意到 現在如果 你上傳YouTube 可以用影片 他還是會去 他分析 他告訴你 裡面有個人的音樂 但是他意思是說 你是不是要主張合理使用 如果你要主張合理使用 我們還是讓你上的 就是說 我們不會說 你沒有這個地位 其實是因為這件事情 所以那時候我們也必須要 我也是要強調就是說 每個人都會 隨時用的地位 特別去把他標示 那我只能說 其實 現實上他有些效益 那我就出賣一下強哥好了 Richard Richard他曾經做過一個 桌拳的簡報 裡面用到001點 這個 雜誌的這個照片 雜誌報他 自由時報 然後他把那個東西 放在他檢報裡面 不然001點拿電話找他 他說要播放一下 那001點大家會覺得說 你好像有點 無謀 那001點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這個人 他超有名的 但是我在錄影 所以我不要講 這個人他就是 他是一個業餘的 鳥類的攝影師 然後他也建立了網站 把他的鳥類圖片放在網路上 但是人家用了他的圖片以後 他會去告他 那你把他放在碩士論文的封面 或是頁底 他一定要告你 然後最後你可能會害他 因為不是很多人被告過 會跟他做和解 其實如果你 最後他會去申告你 因為我們的做選法 不是一個特別刑法 讓檢察官來決定 要不要提起公訴 大部分時候 檢察官都會不起訴訟 可是一般人 你被告你就會很緊張 你又要上考驗 所以通常會跟他和解 和解已經幾千塊到十萬都不等 所以我知道有個博士申的論文 他就覺得 我是要畢業 我要去就職 那最後和解已經大概是八萬九 一個太大的博士申 那也是一筆錢 那0.0.0 那Richard這邊去講 他就有接受到0.0的關懷 那關懷其實說實在 0.0到最後有沒有找到麻煩 沒有 因為說實在你在簡報裡面 每個都說 我主張可以喜歡川普斯基 他覺得這個是戀家子 就是 我不一定考得了話 他今天我是一個宋棍 他今天如果 我說如果 如果 如果兩個事情 他會啦 那他也會知道 對方也是店家子 他不太會去清洗這個宋棍 所以 其實我整個評估裡面 我覺得 他還是利多 利大於弊 所以 大概是這樣 好 還有什麼要 怎麼買 怎麼買 這一個 什麼 什麼attribution 要不要 小鑫分享一下 小鑫最近才辛苦做一點 怎麼去做一個CC的attribution 你們要培育的大師們 可以來講一下 我們之前好像有收集了各種寫法 然後就是 就是 因為有看到超多種寫法的嘛 然後 後來就是有 我有整理幾個在那個 Mosky你有連到hacker嗎 我分享一下 但是我在CC submit 然後Wikipedia的人 在分享的時候 他就有說 沒有什麼正確的寫法 因為有千百種 他真的列了一堆 就是大家 一個橫槓擺哪裡 哪邊空白 哪邊做什麼調整 大家的解釋方式 顯示方式都不一樣 只有大多數人 就是比較常寫的 他有列出來 那其他的其實千千百百種 都都有人列 那簡單就是 你要把那個人名 就是 你要找到他 然後找到那個創作 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最基本上 我有個link其實是OK的 其實比較不太好 只是有個link其實是OK的 所以就是創作者的連結 然後 最主要創作者的連結 所以說授權的格式和版號都 不是很需要 是不是 也不是 就是大家會 大家會 大家編法都不一樣 我記得上次聽到的時候 是說你一定要確定版號啊 所以說其實也可以不確定 你一定要確定你是3.0 你一定要版號 我都會放他的那個 方式的頁面 就會放他的那個頁面 就會有名字啊 然後有大多數啊 有搜尋 對 那也就蠻完整的 只是沒有第一層就看到 我補充一下 就是 大家搜尋 關鍵詞就是 Fest Practice 然後 CC Attribution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CC Headquarters 有提供的用語文件 它裡面有一些範圍 那 當然它不是唯一的主句啦 但是這份大家用了很多年 當然也沒有去 整理 所以應該是說 怎麼去做最好的 Attribution 標示 回歸到 創詞授權條款 它標示在 第四條 那第四條 它告訴你就是說 原來的 提供者 它有特別Define 它特別的標示 原則上 你就尊重它的標示 它給了什麼 你就標什麼 這是第一個原則 第二個原則 就是說 如果它沒有指定的話 那 就是三個元素 第一個 它是誰 這個人是誰 不管它的網路帳號 它的真名或是比例 它是誰 第二個就是 它的作品的名稱 這個物 它的名稱 那第三個就是說 它的連結 這個連結呢 還有包含說 它這個授權方式的連結 還有 還有包含說 它這個 你是從哪個網站 如果它是網站 那個網站的連結在哪裡 那 最後它再補充說 這三點 我們說 In a reading of Romana 就是一個合理的方式 來進最大成立 去進到就可以 所以應該是說 我們 我通常就講 就是隱居這一點 第一點嘛 你知道它是本名 但是如果它就是 用筆名示人 你就用筆名嘛 我們最後選擇也容許筆名示人 所以它有帳號 也算是筆名的一種 那第二個 就是 作品的名稱 有些它在Flick上面 它作品是有名稱的 但有些它也沒有標名稱 所以它沒有名稱 你也不用標 就是如果它有名稱的話 你就把它名稱搞一下 那第三點是所謂的連結 一個是授權的連結 一個是這個東西 從網站的連結 那這個如果有標連結 你是用一個簡報 那你那個簡報 有個CC BY SA 或是CC BY LOGO 或是這個文字 你可以標一個連結 就會簽到它的授權條款 如果你有簽到授權條款 你就不用把2.03.0標出來 因為它等下去 它就可以看到2.03.0 所以應該是說 除非你用紙本印刷 紙本印刷你就 沒有辦法給連結嘛 所以你才可能需要把版本標出來 所以為什麼你現在在網路上 看到大部分 大家都是不標連結 大家都不標版本 因為你按下去就有連結 連結就可以知道哪個版本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網站 網站連結 有的人是給完整的連結 Flick上面一張連結 但是也有人是說 我就跟你講 Flick啊 反正你到Flick上面搜尋我的筆名 搜尋我這個作品名稱 你就可以找到它 所以有時候給連結 有時候Flick它的那個 網址給的方式換的 反而那個照片也不見 所以這個都可以接受 所以應該是說 如果它沒有指定的話 那就是人是誰嘛 物叫什麼名字 然後它的網址連結 這個其實就充分了 對 那應該是說 盡量用合理的方式 所以 文藝剛才提到那個就是說 我把它變成一個實體物 那怎麼去把 實體物 弄上來 對 目前大家還沒有討論 但是那時候 我覺得這可以處理 這可以處理 因為我們專利啊 專利有個要求 就是說 你專利 你這個專利權要發揮 你一定要標專利證堂 所以你看那個鐵捲門上面 你的時候 意義我們哪一項專利什麼什麼什麼 還是有地方可以標啦 如果你變成一個實體物 我還是有地方可以標 那你今天如果做成一個 智慧型的載具 比如說Android手機 就是Upabout裡面 所以 Open Source License Adribution 都在裡面 所以今天如果說 它做成一個怎麼樣 我相信最後 會找到一個方式啦 因為反正它的條文 是有一個解釋性 說In a Readable Manet 所以最後如果大家 有做出一個 Readable Manet 然後大家都覺得 欸這個 這個是不可以的 那慢慢它就會變成通修 那我再補充 那如果我們要 實在意它 我們要放在 檢報的通編 還是 只要檢報的 最後面 不用 看你的狀況 因為今天如果說 我們看電影的話 電影都是放在最後面 所以 我看到有的農標師 就是說 其實像Lawrence雷是一個 我記得他不會 各頁各頁去標 他會最後才標說 我裡面用到CC的 他會分成CC by SA 是哪一個 然後誰的 然後他在第幾頁 所以他也可以最後一個 所謂的有點像 做取生意 因為他會破壞到畫面 對 絕對 絕對 reasonable 對 到底什麼是 對 那像剛剛你當的三個要素 那比方說 像我覺得 因為這是三個要素 我給你那個規格連接 然後看得到 所以如果 最後就是 附了一大堆東西 這樣也是OK的 也可以 也可以 如果你不覺得破壞到畫面 的話 我只是覺得 所以 所以 只要翻譯到 你也看得到 他的 內三個要素 對 原則上三個要素都充足的話 每連到 就可以 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我可以提供那個範圍嗎 如果 我的一些簡報都會 最後一頁 最後兩頁都會是 出來跑總是要還 然後 每一頁 我在哪裡 在網子手上 那邊去 剛剛問的連結 主要是 因為你要去每頁 複製他的 作品名簽 跟他的名字 然後再把它弄成連結 然後再把它翻 所以 如果 可以很簡單就是 複一大堆的那一本 我現在可以把標題 就是我會貼他的標題 然後用一個草連結 但是 就不曉得說 這樣 其實這樣應該是可以 因為把你連結 都可以 那就很開心 對 但如果 有他的 策本 跟他的名字 就是 那就可以 你說 你的 應該要 盡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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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目前看到 大部分的 CC 不管是 Renmantley 或Lorence 他們如果知道 你的筆名 他們都還是會掉 對 那如果我自己做的話 我知道他的筆名 會不會是會掉 對 是 你是說 你是在簡報裡面 或像 最後一頁 最後面 以示範教材的做法 我們是有做兩個地方 一個是 每一頁 如果我有用到 別人的圖像 我是在最底下的時候 標一小 小號 但這個東西我覺得就是 可做可不做 因為 我的用意是說 萬一有人單獨想要引用這一張的時候 他也可以看得到說 這裡面不是只有純粹 火石的著作 也是拿別人的著作來利用 那另外一個就是 在最後面的時候 整合起來的時候 剛好這邊舉個例子 就是 陳夏剛剛講的就是 第一個項目是說 如果是有 原本有指定方式的話 你就用他指定的方式 那因為我做簡報的時候 我用的圖像 主要都是來自於 the non-project the non-project 他就 當你下載圖像的時候 你說你要 give credit 而不是要去買的時候 他就會直接秀出來說 你要怎麼標 所以我只要把它 copy過來 就可以 而且我還做多做一件事 其實他只要有 就是文字的 就比如說 圖像的名稱 比如說什麼 creativity 好 creativity by allusion 之類的 然後 from the non-project 他的介意只是這樣 那但是我還會把 前面的那個圖像的名稱 再做一個連結 連回到 你可以找到這個圖像的地方 所以我就覺得 這樣應該就是 很完整 沒有問題 可是 同樣的 這個要再補充一下 the non-project 的商業模式 明明他上面全部都是 public domain 就是公眾領域 或者是CCBuy 3.0的東西 已經很大方了 你所有東西都可以用 就是用CCBuy的方式 可是 他也考慮到一件事 就是 萬一就是有的人 連CCBuy 連姓名標識都不想用 怎麼辦 你就用買 他只要每一個圖像 0.99美金 你就可以買了之後 你就任意使用 他就完全不管了 然後他再把這個利潤 就是自己網站上抽成 然後再 其他再給這個 原本的創構 相對 這就是他商業的意思 好 那時間就到 所以我們要趕快 把握最後半個小時的時間 這樣 暴露的兩位要上來講 誰要先來 要不要採取一下 剪刀石頭 你的剪刀 對我們還要去講好盹 謝謝 謝謝 謝謝